常常陳志然大家看的都照片 你如果看到那個影像 陳志然是仰著天 怕眼淚掉下來 然後一直吸一直吸 到最後當然眼淚沒有掉下來 他發現左邊有人在拍的時候 他還故意弄了一個 這個這樣的一個動作 為什麼他會痛苦 他的心在想這條歌 望著你的背影讓我想哭 我想要摟著你 聽你起訴 你的沉默卻刺痛了我的無助 望著你的背影會讓我想哭 因為你我一樣的孤獨 雖然我們在同一條路上 何時你才會相信我對你的在乎 我們回去當然陳志然 他知道他慘了 因為這都生的一個老爸 陳志然是他祖父 帶柯文哲去光陽曬太陽 曬太陽之後 那回來後柯文哲的財產 都給了柯文哲的第二存 財產都貴給人 大家問陳志然說 你不是帶爸爸出去嗎 那如果財產都沒去 他說我不知道 他就說我不會出去 我是去扁搜一個回頭 為什麼財產都沒去 他沒辦法把他們處理的人解釋 現在揭露了那三個負責民調 解讀的老師 兩個來自政大 這兩個都罵過全民調 罵過手機民調 這兩個都罵過柯文哲 叫國民黨罵 那兩個高雄 一個叫做陳陸輝 一個叫做洪詠泰 那兩個把這個長期做民調的專家 他們寫這個民調的時候 還沒有手機民調 所以他們對手機民調 可能有一個防衛心 他說這個會有誤差 柯文哲你現在還在兼職說 柯文哲你還說這幾個不錯 我想柯粉只要去搜尋這兩位教授 過去講全民調講手機民調講柯文哲的新聞 你就知道還沒比賽 你們就已經輸了 欸我不懂欸 柯文哲每民進論的時候 一敷當官萬夫莫敵 嘟到國民黨變小撈撈 全盤皆輸怎麼回事 我們先從陳志涵的 這一個眼淚說起 陳志涵大家看都相片 你如果看到影像陳志涵是仰著天 怕眼淚掉下來 然後一直吸一直吸 到最後當然眼淚沒有掉下來 他發現左邊有人在拍的時候 他還故意弄了一個這樣的一個動作 為什麼他會痛苦 他的心在想這條歌 望著你的背影讓我想哭 我想要摟著你聽你起訴 你的沉默卻刺痛了我的無助 望著你的背影會讓我想哭 因為你我一樣的孤獨 雖然我們在同一條路上 何時你才會相信我對你的在乎 他站在柯文哲的後面很可憐 駕頭一出來天意也是如此 你看看對朱立倫 侯友宜到馬英九 他們的臉上都打上了天然的陽光 對柯文哲到陳志涵 民都黑了 那就是天意了 代表說他們現在一趟一趟 還出來的時候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漲回去當然陳志涵 他知道他慘了 因為這就是一個老伯 陳志涵是他們祖竟 帶柯文哲去公園曬太陽 曬太陽之後呢 那回來後 柯文哲的財產 都給了柯文哲的第二春 財產都過給人了 大家問陳志涵說 你不是帶爸爸出去嗎 那如果財產都沒去 他說我不知道 他就說我不能出去 我是去扁桑 回家怎麼財產都沒去 他沒辦法跟他們家裡的人解釋 今天柯媽媽就是在問一句話 是誰帶我文哲下去 誰帶我文哲下去 誰帶我文哲下去的 大家說陳志涵 他為什麼帶我文哲下去 怎麼都媽媽這樣 財產了 所以昨天回去 整個家人的兒子 兒子 兒子 媳婦 校生 全部都在討論 這樣怎麼怎麼 所以柯文哲就想了一些說詞 就是今天早上那個說詞 他說我們會贏 我們會贏 你不要以為 什麼七到十七號那個民調 現在做都沒辦法 我跟你講 我看過從七號開始的民調 我們都贏 不用緊張 他開始編理 包括昨天去上另外一個節目 編的那些理由 都只是家仇不想外洋 要幫他自己 這一些脫序的行為做解釋 所以他今天想出現在說詞 他們早上就說 好 大家回去告電話 支持阿伯了 都告電話 支持阿伯的家裡都沒有電話 大家知道 告電話都國民黨的 你像張委員 他們在這裡都有電話 可以告 陳志涵 他們在這裡都沒有電話 可以告 都唱歌 還是要怎麼顧 要去哪裡顧 最多你回家 回家 回家台南 人家零六 你就趕快說 你爸說你今天這麼多 怎麼接電話 我今天來接 因為支持柯文哲 民眾黨的 沒有出人的電話 都唱歌 所以這幾天 柯文哲開始這樣 捕下去之後 這個柯文哲 這些集中 現在開始有些 要避免了 什麼 八千八的演唱會 票 行為 好 現在想說柯文哲怎麼會這樣 柯文哲進場的時候 十點鐘 他九點五十五分 下車走進去的時候 還是 還是精神很好 對啊 還正常的啊 日期之後 五分清之後 那些幕僚去掛署之後 裡面一點金五十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看這張照片 這裡能有玄機 這裡頭只有馬英九有帶文件 馬英九手上拿著文件 柯友宜 朱立倫 柯文做的都扛手 桌子上也都沒有東西 這算不認真 或是生理 老師要上課 都沒有帶筆 沒有帶筆 怕馬英九有而已 好 說說說的時候 聽說 馬英九本來是見證人 可能被調節人 可能被當事人 就是說馬英九是什麼人 拿著一張東西 說說不下去 那個人拿著來說 柯市長 這是你 柯文做的說 你來說 來來來 下一張 這個 啊 啊 所以我看這樣 不然才有一個協議 不然還要代理 簽一下 所以柯文做簽的字 很小的字 而且他的鼻沒有水 他的鼻有一點模糊 因為那 簽沒什麼東西 所以出來的時候 民都黑了 陳自然也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你當時是米在桌子上嗎 因為我們想不出 我一小時五十分 有什麼辦法 柯文做這麼大的改變 我們沒有 因為本地是陳自然 送他去公園 曬太陽而已 那回來的財產都沒了 本地是說 要去看一看 看我玩一玩 看一看 把這個過過場 然後就沒談 不合理 那我可能說 出來之後 簽了那樣一個完全 完全都對民眾黨 對柯文哲完全不利的這個協議 阿山兄 人家問你中國的事 你跟美國跟日本 跟一些親家公 台灣就是公公婆婆太多 什麼意思 沒有人跟問 AIT有卡電話 是他自己說的 對 人群的現場也是 他自己說的 我剛剛要來的路人 AIT有卡電話來 因為我們這個政黨 我們為了要叫全世界 什麼管道 所以我們請了一個州台主 還是秘書長 所以什麼事情 這AIT的 不管什麼州政治主 什麼主 都會叫我們連絡 他在問發生什麼事情 我問柯文哲 這段時間 國台辦有卡電話來 你也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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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AIT 那AIT 有沒有打給國民黨 AIT 可能也有打給民進黨 問題人家卡 你不能說 你怎麼說 你應該是 我們想應該是要說 柯文哲 我問你 AIT是不是有打給你 柯文哲照 照規矩來說 他應該說 沒有 我不知道 我個人沒有接到 我也不會活力 外交辭令的字 都會用得很準 根本沒人問 人家是問中國 你為什麼要講美國 他現在就是說 美國也有 他的意思說 美國也有介入 阿強也有介入 大家都有介入 大家都有在關心 這件事 他怎麼會這麼怕 大家針對中國 他現在說到中國 他會很均勁 因為 馬英雄這件事 是不是橫空出事 馬英雄兩禮禮 有在處理這個嗎 沒有 這禮拜的事情而已 這禮拜的事情 處理下去就定案了 為什麼自己做見證人 還比什麼 調節人 還比這個 最要做這個當事人 他不是怕打電話而已 他不是像郭國雄說的 那是大附近 都要打電話而已 沒有 那些東西 可能都是馬英雄 拿出來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有一點作賊心虛 你說這件事情上面 真的他有感受到 某一些壓力 然後他又刻意的 去把AIT 打電話給他的 這件事情 講出來 結果 當然就是 你這樣說 我說 這種人做總統很危險 林鄭英 如果真的叫美國人 說的 南無三 跟我說 因為他都會說出去 比如說他去叫美國國務卿 什麼場合 回到的時候 國務卿跟他講 我跟你講 我們最近已經可能要簽一個 要跟你沒有什麼 武器的什麼協議 他跟你出來說 他回來後 全台灣人說 我跟美國國務卿說 買我們什麼東西 可以這樣嗎 他把這種東西 當成很兒戲 這樣的領導人 台灣全世界看他 這個人很危險 可是柯文哲一直強調說 美國對他的信任 就是說不會給他驚訝 可是當你講出AID 今天就給他驚訝 打給你之後就是驚訝 好 張醫三很快貼臉書 哇 柯媽媽也講話了 當富的就不要選了 柯媽媽是怎麼說的呢 柯媽媽就說 我看我兒子出來的時候 整個臉有肚子 我也很心疼 如果算出來變富 我們就不要算 事情要這樣做嗎 這樣有肚子怎麼敢 所以我就說 柯媽媽一定問說 是誰把我們問體 叫他推去公園曬太陽 那個財產都沒料料 媽媽當然看到 小孩那個臉 就知道問題 當時的心情 現在柯粉爆炸成這樣 這個都還在情緒 這兩三天都是情緒 關鍵在禮拜六早上 禮拜六早上 馬英九從他的這個 口袋裡拿出的答案的時候 像那個金鐘獎金馬獎揭曉得獎的是 那個時候講出來之後 就會進入到那個民調公不公平 現在揭露了那三個負責民調解讀的老師 兩個來自政大 這兩個都罵過全民調 罵過手機民調 這兩個都罵過柯文哲 那兩個叫做陳陸輝 一個叫做洪永泰 那兩個都罵過長期做民調的專家 他們罵這個民調的時候 又沒有手機民調 所以他們對手機民調可能有一個防衛性 他說這個會有誤差 好 柯文哲叫的叫做關志瑜 關志瑜就是趨勢民調以前的總監 現在求證民調的總監 好辦的玫瑰這個 就這兩間 柯文哲因為長期在說 要看民調可以嗎 那個美麗島不可以贏 ET到底也不可以贏 那個什麼 那個金補充公 趨勢強求證不可以贏 這樣就沒有了 就沒有北京了 現在派出來這三個 這三個就二比一了 柯文哲自己說 另外那兩個告訴我 他們也不會拿他們自己的公信力 我跟你講 等到禮拜六公佈的時候 如果他們兩個的民調很接近 如果很接近 我覺得柯文就會說 願賭服輸 說你就輸啊 很接近 但是如果禮拜六拿出來的民調 侯友宜大贏 侯友宜贏 柯文絕對說在做拚 絕對拚到的 這個時候這些柯文就一去不回頭了 他就覺得說阿伯被騙了 現在大家都還在忍耐 這一群柯文還有一半的人在忍耐 有說相信阿伯 阿伯沒有放棄之前 我們不能放棄 而且阿伯今天早上有說 我們的民調都是贏了 我看過好幾份 我們都是贏了 所以我們才同意七到十七的民調 統統拿進來 那是柯文哲跟你說的 所以現在有一堆人支持阿伯 但是有一堆人說 好沒關係 告訴你如果我們真的不算 我們就不出來投票了 我們就要走了 然後演唱會八千八百塊錢拿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兩邊的情緒就會看 禮拜六早上 因為三個彩排裡面 國民黨出兩個 這兩個都沒過全民調 沒過手機民調 沒過柯文哲 答案呼之欲出 柯文哲 你現在還在兼職 柯文哲 你還說這幾個不錯 我想柯粉 只要去搜尋這兩位教授 過去講全民調 講手機民調 講柯文哲的新聞 你就知道還沒比賽 你們就已經輸了